對 我現在是阿拉的崇信者 我也是上帝耶和華的崇信者 我也是佛陀的崇信者 因為你不來到土耳其 你真的不了解伊斯蘭 大家 各位 你們把伊斯蘭都給誤推了 所以我們在後面的過程當中 我要跟各位來做這個介紹 我要從什麼開始 我要從整個的舊約全書 新約全書 以及伊斯蘭的可蘭經 通通講個名 各位 因為你們過程要看的東西太多了 好 右手邊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已經進到哪裡 沙拉基里奧角的一部分 這裡有看到舊的城牆 有沒有 這裡就是拜暫停留下來的城牆 舊城牆 而佛卡比皇宮就依照這個 這個他們舊了城牆的牆內 重新再建立他們的皇宮 舊卡比皇宮事實上是在他們的衛城 衛城 以前過去在希臘世代的衛城 我們英文只會叫POLICE 保衛的意思 警衛的意思 警戒的意思 所以延伸到今天的叫警察 對吧 POLICE MAN POLICE是過去希臘文 來自於希臘文的本身叫做衛城裡 保護的意思 在大皇宮的四周圍至少都有四座以上的衛城 後來 衍生為希臘化時代之後成為什麼 到了羅馬時代變了什麼 並不是因為他為了保護皇宮 而是皇宮搬進到了衛城裡面 這在後面我們會跟各位來做一個介紹 那麼我們現在呢 今天要抵達的就是呢 馬拉馬拉海 再往前走就可以看到一條非常狹隘的海峽 我們叫做博士博魯斯海峽 博士博魯斯海峽也是兩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根據地之一喔 德國為了這個博士博魯斯海峽跟全世界的人翻臉 才會引起世界大戰 因為博士博魯斯海峽能夠 誰能夠控制博士博魯斯海峽 誰都能夠控制全世界 所以美國在海外所部署最強大的兵力 全部部署在土耳其 土耳其是一個很可憐的國家 土耳其三個字 各位你們一直講土耳其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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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不是 伊斯坦堡 軍事坦 英堡 這兩個名詞也不存在 為什麼 那都是我們講的 總是真的歷史的論文 OK 最後我再跟各位做一個延伸 做一個說明 好不好 現在我們要進來的這個地方 越界金塔海角就是它的這個 所謂的 航空的這個 歷史景點 我們待會進去之後 今天的這個景點呢 事實上我們要稍微 把今天要行程走完 所以我們今天要犧牲一下 就是晚上 到斑門方程很晚 有可能在八點鐘才會抵達飯店 那麼晚上呢 我們的這個吃飯 晚上時間應該會在飯店裡面用餐 裡面今天升班 這個所謂的黃庫端黃華城 對不起各位 對不起 絕對不是飯店 好不好 沒有樓梯的 OK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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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梯的 OK嗎 全部都是木板烏 所以你們今天晚上住的每一個人 你們要體會一下 我們一個晚上大家 先睡覺睡覺 就會知道說哪些人會打烏 哪些人會打烏 因為只要一個人打烏 全都聽得到 當然有暖氣 歐洲這個土耳其人歐洲來講 到了東邊一定要有暖氣 不然暖氣然後過不了 來照左手邊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古城牆被拆掉的 以及為什麼 你們看到的這個歷史 被拆掉的毀壞的遺跡 就類似清早的 清末的那位女人 慈禧太后那個時代的故事 相對是一定的 才會有一個叫做孫中山 土耳其有一個叫做凱默同時起義 推翻地址 都是我們的故事 你們明天要去他們國父紀念館 就可以看到這一段同樣的故事 OK 所以別小看這個地方 這裡都是文化遺產 這些舊城至少都有 一千五百年的城牆的老舊城 我先祖老 那麼待會呢 我們呢一下車之後 各位來 拿這個 謝謝 謝謝 謝謝